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David 高敏章 欢迎来到今天3月20日 星期五的股市最前线 全国好朋友们今天心情应该好很多了吧 尤其你如果昨天有认真听听David说什么的 我相信标股已经在你手上了 先恭喜全国好朋友们散热标股再度涨停 今天涨停满很多不稀奇 但今天节目的关键在于David昨天 在这个节目的最后一点点时间 我说了什么 我说了什么 来 全国好朋友们 David说了什么 昨天3月19日台北股市 David说很像2015年的 8月24日 你想起来的吗 5年前 David记忆犹新了 我记得太清楚太清楚了 为什么 2015年的8月24台北股市跌到7203点 好 重点不是当天 2015年的8月24当天跌多少点 也不是当天跌幅收盘超过7% 那一天最大的关键在于跌停板加速 创历史新高 我在讲一次哦 2015年的8月24日 台北股市的跌停板加速历史新高 总共跌了 收盘哦 那天涨跌幅10%哦 不是涨跌幅7%的日子哦 涨跌幅10%哦 涨跌幅10%台北股市跌了7%多 那天收盘有700档跌停 盘中有超过800档跌停 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 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 我记得David那一天哦 在盘中跟着我的小助理们 这个很可爱的小朋友 我们在数什么 他们在跟David数 那一天有多少档跌停 为什么要数跌停板 我那天就讲过 我说那个就是波段起掌 那叫做波段几掌 我昨天3月19日在这个节目上提醒你 我说它很像8月24 很像2015年的8月24 因为这里会有波段的起掌 这件事很重要 你不要管老老师 今天股票很多涨停板好开心 我昨天就跟你讲了 我昨天就跟你讲了 David昨天就跟你讲了 就在这个YouTube平台 就在David老师LineAid上面 我通通跟你说了 你该买什么我也跟你讲了 你该看什么我也跟你讲了 我要告诉你 这里在昨天会有波段起掌 来好朋友们 差不多说我们第一张字卡 你看 有图有真相 这别骗人 104年8月24就是2015 民国104年 这一天的最低点这里 就叫8月24日 低点7203.07 记得这个数字为什么很重要 为什么这个数字很重要 当天台北股市 有超过800档 跌停板 这一波的修正 104年8月24号之前的这一波修正 总共跌了3000点 跌了3000点 你没有听错是3000点 有没有跟我们像很像 有没有跟我们这波很像 有一点点像的对 好 我们不要回顾过去 我们更要看未来 不能只看过去吗 人缅怀过去好 但老是缅怀过去就 显得有点 这句话不好说 就是好汉只提当年勇 没意思 过去继续也不代表未来 来我们再看刚刚那样字卡 发生什么事 记得这一天哦 记得这一天哦 8月24日 我在所有电视广播节目 都讲过这一天 这太重要了 因为台北股市从2015年的这一天之后 走了足足五年 五年的大多头 这个一反弹 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很多股票更正没有很多 就有好几档 David Kenchini锁定股票涨超过一倍 其中一档 是我们以前节目上讲过的 David以前他做电视节目的时候 我讲过的 叫做力琴 4426的力琴 2015年 8月24 当天 David在这个电视节目上 我把力琴送给全国所有投资人 当天股价跌停板 我记得很清楚 你可以去查 110.5收盘跌停 我买112 我买完还跌停 我不怕你笑 真的跌停就跌停嘛 怕你知道不成 结果呢 4426的力琴从 8月24号的110.5跌停 隔天开低哦 105还104忘记了 然后就从那个价钱 110块附近 同一年哦 同一年哦 8月24哦 涨到10月 两个月的时间 他从110变成220 往事已矣 那过去了啦 5年前的成年往事了 刚刚都说过好汉不提当年勇 说的不意义 我们在说新的 什么一个新的 来全国好朋友们 接下来这张字卡非常重要 你仔细看 你仔细看 想不想赚 这样的标的 你想不想赚 想赚的看字卡 因为今天破天荒 我只讲一次而已 我提供大家非常特别特别 特别的优待 波段的起涨 抢头箱专案 首批加入的 David给你最大的优惠 为什么David有资格讲这种话 来全国好朋友们 全国好朋友们 当台北股市 很多人跟你讲 今天股票涨停的同时 David跟你讲任何字涨停吗 这节目已经讲了这么长一段时间 我有跟你提到任何字涨停吗 不用 因为会涨停股票 早就在你手里了 3338泰塑 过去这一个月的时间 全国所有观众所有听众所有认识David的朋友老朋友新朋友 对不对都有 男朋友女朋友都有 老的少的都有 只要你听过看过David的节目 你通通都有泰塑 今天涨停 好涨停满不稀奇因为涨停满很多 问题是过去这一个月 这一个月的时间 3月今天20号了 单单不要从1月开始算了 我们如果从1月底农历新春杀下去开始算 台北股跌超过3000点 好 就短短过去这一个月 3月份就好 台北股市跌了快2000点 你买泰塑 不仅不会赔 你还倒赚 对不对 全国好朋友们 你是说对不对 不信我们来看股价 上我的电脑 好了再恭喜大家 这个操纵已经涨很多了 不多说 连续两天涨停满 连三拉三了 刚才跟他聊过 3338的泰塑 好 假设同样的时间点 全国好朋友们 这是2月 完了这是2月 109年的2月份到现在 3月20号今天 泰塑的股价最高93 最低就是70块附近 除非你买很贵 不然 你整个2月加3月 非党泰塑 你还可以不跌反涨 台北股市跌3000多点 你还倒赚 好 故事好朋友们 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跟你聊这个 David刚刚讲的故事你记得吗 2015年的8月24日 非常有可能在昨天 3月19号 同样的故事 死情死景 同样的场景 他出现了 他出现了 同样的样子 万一David老师跟你讲这件事成真 我觉得可能性很高 非常高啊 你下礼拜要买什么 还有机会有机会 不要说一倍啊 可能五成涨幅了五成 甚至更多一点七成 3000多点跌下来很多投资人家讲过 其实很多人问我问题 我什么什么股票怎么办 对不对 今天涨停了 没错啊 问题是前面已经跌太多了 如果你可以挑到那种五成一倍的好股票 你一次就回来了耶 可能短短一两个月之内你已经赚回来倒赚了耶 不是吗 不信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标的 来全国朋友们 我直接秀给你看不多说上电脑 这是泰塑嘛 对不对 大家都有好散热的 过去这三天一直跟你讲啊 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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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股市破底 破底 破底 操纵涨 涨停 涨停 再涨 今天差点涨停 操纵这一段已经从 16070块涨到220块以上 好David问你 买这个会不会赚钱 买这个会不会赚钱 买这样的股票会不会赚钱 这样不就是赚钱吗 这样是不是赚钱吗 问题就好了 好那David现在跟你讲 David有准备一档 跟刚刚那种类似的股票 跟6230操纵很类似的股票 我们下礼拜一起买 我们下礼拜一起买 希望你愿意跟David老师一起来迎接波段的起找 你愿意跟我们一起赚波段的起找吗 愿意的朋友 等一下直接电话拨通 或者 David这个LINE8你直接加上去 David都帮你准备 如果你是老师我就不喜欢打电话 我有帮你准备 表单系统 我有帮你准备表单系统 点下去直接填就好了 很简单 不用卡电话电话也送起来 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打电话 没关系 我有帮你准备表单系统 LINE8也有 还有 David这个YouTube节目 我不是说我除了大标题下面会有一些简单的说明内容吗 里面也有 你把那个表那个 那个拉开就好 YouTube不是这个点开吗 把它展开下面就 David说什么 有吧 像我昨天节目啊 我说 昨天3月19号很像2015年的8月24 我都有写 不信你去看昨天的节目就有一定有 白纸黑字跑不掉的 好朋友们 操纵两根半的涨停 今天差点三根 泰硕 台北股市跌了3000多点 毫发无伤你还倒转 你看了这么多财经专家谁像我们一样 我跟你讲很清楚你该怎么做 甚至我昨天跟你预告 这里会是8月24的复刻版 2015年8月24 台北股市 5年前的波段最低点 波段的起涨点 我昨天花时间跟你讲这在讲这个 所以我叫你昨天看完节目去查查 2015年8月24日 发生什么事 当天有800档跌停 昨天3月19有1000档跌停 有没有机会如法炮制 下礼拜台北股市万一又有小震荡的时候 你该买什么 我们要买媲美泰硕 媲美操纵的这样的标的 你一口气 把它赚回来 有兴趣朋友们 等一下抢 投降的方案 你务必更好 今天故事聊到这里就好 咱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